美国众议院前议长裴洛西的丈夫保罗 去年在旧金山的家中遭到暴徒持狼头攻击重伤 影片也首度曝光 可以看到42岁的嫌犯砸碎玻璃窗之后 潜入裴洛西的住家 远警随后上门 看到两个人在门口拉扯争夺狼头 没想到嫌犯在警方面前是直接朝保罗猛力攻击 被警方压制在地 报案的电话录音档也曝光了 从音档就可以听见嫌犯要找裴洛西的咆哮声响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